你没穿衣服的样子都被人看光了 你以为人脸识别只是看到这个框 但实际上是这个样子 在平台做了两年审核员的朋友告诉我 他天天都能看见无数裸着上半身的妹子 更有甚者 连那些跟男朋友增进感情的画面 也全部被看得清清楚楚 这些画面还会被不法分子放到违法网站上 大量转载 负价售卖 还不赶紧把你喜欢上厕所洗澡的时候 玩手机的姐妹叫不进来呀 看这些设置都关了没 第一个 打开隐私 里面有一个分析与改进 赶紧把这个共享iPhone分析和共享iPhone分析关掉 官方说呀 这个功能是帮助系统改善产品和服务的 但其实你使用手机时的定位和上网记录 都是在这被泄露的 第二个 找到隐私里的定位服务 把这个共享我的位置给关掉 这个呀 就是有心之人去试接你的方式 而且还是实时监控 三个 在设置里找到Safari的乱七 把阻止跨网站跟踪给打开 然后再把欺骗性网站警告打开 这么一来呀 那些靠窃听去给你发针对性广告的软件 就再也不会找上你了 不过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吗 打开设置 选择隐私 点击麦克风关闭没有通话需求的软件 然后返回找到定位服务往下滑 找到系统服务打开重要地点 把历史记录全部清除 现在你的手机才算真正的安全 切记 这些设置只管半年 所以一定要收藏好